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参见 我今天指数下跌23点 那很多股票高低点震荡非常大 这很正常 因为剩下三个教育日 就要封关过年 然后封关过年的过程当中 其实一两天的震荡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重点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给拉长 其实一整年的时间 它给你很多的机会 对不对 剩下三个教育日 我特别要给大家写 精选第一档黑马报告过年 精选第一档黑马报告过年 剩下最后三个教育日 我们现在要做的 如果你是新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你是新的我们的会朋友 我们新的用户 我们会在最后这几个教育日 告诉你第一档的黑马 我们会去精选特殊筹码在第一档大升的股票 然后我们报股做过年 报股过年一个情况 因为最重要的重点是每一年 其实农利如果开红盘大部分都会涨 那不是政府规定开红盘会涨 而是你要过年前你会把股票给卖掉 大部分人是这样 你要过年前你会把股票给卖掉 因为不确定因素 过年后没问题了 所以过年之后它就会涨 那与其每一年都这样 你何不如在过年前选好标股 选好标股 其实我跟大家讲 其实这并不会太难啊 你去找特殊筹码大增的股票 我跟大家讲这是重点啊 因为兵马未动两朝先行啊 掌握特殊筹码等同于掌握标股啊 如果你是第一天看节目的 如果你是最近才刚看节目的人 很多人打电话来说 这个2371大同 这个大同现在14块耶 大同现在14块耶 那我们居然可以买在6块钱 买在7块钱 买在8块钱 我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我跟大家讲 其实如果你是刚看节目的 你看哦 不要说一年的时间有多长 就讲三个月就好 去年9月到现在 当时大同6块钱 今天大同14块多 6块钱到14块多 我们是怎么买进的 来你看哦 6块钱到14块多 当时我们看到特殊筹码 在第一档买进大同 这你有空上去网路上看 这个之前VC放过很多次 我们不浪费时间 这一家就是大同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买进大同 因为它特殊筹码在低档大增 那低档大增的情况之下 我们掌握到这一些状况 这些都是到现在为止 报纸上面有写的哦 所以我们6块钱 今天买进大同 这9月份的时候 每一个用户 你都会收到一模一样的 接着你看到大同沿路 特殊筹码是持续买进码 所以我们的大同就是全部都续报 然后继续再买 继续再买 好到今天呢 来你看哦 不要说一年啦 这才三个月 6块钱买 7块钱买 8块钱买 如果我们一笔一笔记录的话 一笔买6块多 买7块多 买8块多 做一个获利表给你看 我跟你讲获利破表 真的 如果我们把每一笔哦 每一笔买进的都做给你看哦 都做给你看 今天14块多 这样获利破表啦 真的啦 但是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是 你现在没有办法回到这个地方买大同嘛 所以我们可以用同样的逻辑 同样的一个方式去找到低档的股票嘛 去找到低档股票啊 对就像我跟大家讲 这昨天嘛 来你自己看哦 所以今天一早我觉得很奇怪 今天一早4994 来你今天打开所有电视台 今天一早所有的盘中新闻台 他都在跟你分析传奇 不然就是跟你分析 这个游戏股因为 有办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有什么什么电竞展 所以他又寒假 我告诉你 啊寒假不是固定的吗 啊电竞展不是固定的吗 游戏展不是固定的吗 为什么要游戏展前天才会长 我想这不是理由 你不要等到事后展上来之后 像今天一早 你打开电视很多人都 今天一早很多人在分析传奇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一早买进传奇 你今天这个 你想砸电视哦 哦今天一早 你看哦 昨天传奇掌停板锁住了 昨天传奇掌停板锁住哦 那如果你今天一早买进 收盘收在这里 你一定很想哭 对不对 但是其实你可以轻松转啊 你看哦 传奇为什么会长4994 他是不是特殊抽法在低档增加 好 特殊抽法在低档增加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呢 要买进嘛 对不对 啊请问你怎么知道要买进 你有没有手机 没人都有手机啊 现在小学生都有手机啊 做的是手机有不一样的功能啊 对不对 你的手机可能就是个iPhone或什么的 但是你的手机不能追踪特殊抽法 但是我们手机跟别人不一样 来当你看到传奇这个地方低档在做回补的时候 我们手机在昨天 在昨天 昨天1月18号礼拜三 70块270块半 请你买进4994的传奇 9点08分 9点08分请你买进传奇在这个地方 9点08分70块钱 70.270.5就是在这里 买完之后传奇就涨停板 好 涨停板数个1700张 对不对 只要你有神奇手机 你自己也是个传奇啊 对不对 好 今天再开高 你昨天买今天赚11% 请问你今天会去加码吗 不会啊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看到那个 人家都跟你讲得到 你今天就买进去 你今天收码你就你就配件啊 那关键在什么地方 关键在这种事情会重复发生啊 会重复发生啊 每一天你都是看到大涨 你看哦 这种事情一直在重复啊 我请问你 大统新闻最多的时候在哪里 就这一段 还有这一段 它没有涨 都不会有人跟你分析 涨上来电视台就跟你分析什么 分析什么 要懂间改选 可是问题 什么叫懂间改选 随便跟你讲 因为要懂间改选 要大涨 这也许是个理由 但是帮助不到你 因为你没有办法在起涨点买到六块钱大桶 七块钱大桶 八块钱大桶 包到今天十四块三 闭着眼睛躺着赚一倍 人家说躺着也中枪 我是躺着也赚半倍 对不对 好来 不要讲这么多 昨天起立板传起 对不对 买完 涨停板今天再涨 这理论上线上很多人 但是我们跟用户讲过 我们说新的一年 我们要给你更好 更精确的资讯 新的一年 我们要更好 更精确的资讯 昨天除了请你买传起之外 除了还请你买什么 来仔细看哦 这昨天 昨天请你买传起 昨天就请你买两档 对不对 一档传起 9.8分买一传起 买完 它就涨停了 对不对 那传起拉起来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昨天9点28分的时候 传起72块钱附近 9点8分请你买传起 9点28分的时候 传起已经71.8 71.9 我们又请你买进 霍外档 买进3532台胜科 昨天哦 66块6 66块8 去买进台胜科 好来 昨天 9点28分 这里请你买进台胜科 买完收盘 小赚九毛钱 今天来 台胜科 继续再涨 我跟大家讲 每个人都想要赚大钱 但是只有少数人真正能够实现 为什么 因为你不敢买台胜科 因为你不敢买台胜科 因为台胜科我们买33块钱 赚到68块钱 赚一倍 那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今天很多股票 今天很多股票开高手低啊 你看一下这个3406 我们的益军光 对不对 我们益军光今天又涨100 157 他今天就往下杀 因为要过年的所以他会震荡 所以所有的股票在最近这几天都会震荡 唯独3532 台胜科 今天瘦最高 昨天请你买进66块 6 今天71块 先讲 很多人会问说 老师 你是不是拿对的错来讲 错了不讲 不是 我是照实讲 照实讲 我们台胜科买33块钱 每一个用户都一样 我不能够保证我们买的股票 每一档都涨停板 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什么 我节目上跟你秀了 就是你是用户 你一定收得到 而且是一模一样的 至少我可以保证这一点 33块钱台胜科 昨天4994的传奇买完 涨停今天再涨 赚一层 对不对 然后呢 昨天呢 还有什么 买这个 买台胜科嘛 昨天也是买台胜科啊 我们昨天就只买两档而已啦 真的啦 真的买两档而已 不是挑对的跟你讲 是就只买两档 你这样等多赚钱 来 今天台胜科 又赚5块钱了 请问什么就价值 价值就是赚到别人赚不到啦 你一定不敢买台胜科 保证不敢 还好台胜科不能放空 不然很多人去放空 那为什么我们要买 要很简单嘛 价值是什么 价值就是这个啊 这叫台胜科啊 台胜科 特务手法买到天 走股东人数还在减 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有什么样的情况是你已经赚了一倍你还不卖了 有什么状况是你已经赚了一倍你还不卖的情况 有没有赚过钱 很久没赚过钱了对不对 赚5%赚一成就赶快买对不对 赚5%赚一成赚三成赶快跑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叫台胜科 我先前跟大家讲的 总股东人数一年半新低 股票总是卖完才狂飙 这是在形容一般的散户 因为散户都是在卖完之后股票才会狂飙 因为他把你洗掉他才要飙 洗掉才要飙对不对 所以他要飙之前我们会通知每一个用户 33块3 33块233块3 每一个用户请你买进台胜科 在这个地方保证买得到 你就算你去喝杯咖啡 吃个早餐 吃个小米也可以 吃个小米回来 还在这里 还是一样 33块钱买完 对不对 33块 然后呢 疯狂的事情就开始了 对疯狂的事情就开始了 33块钱买 对不对 涨停板 然后要涨停板 接着正冲新高 然后直接喷出啊 直接不可思议啊 赚了九成我中心都省力了 获利必须九成 为什么 因为还在买嘛 有没有看到 还在买嘛 所以我们赚了九成去报嘛 接着我们就赚了一倍嘛 对不对 从68块是不是震荡 好震荡 又不震荡 好那重点就来 最神血力又要再来 涨都会震荡嘛 震荡的时候来 你自己看咯 接着台胜科 这结束了吗 这些人是赚一倍哦 特殊床码只有台胜科 持股比例96%哦 没有散户哦 他为什么赚一倍还不走 那请问是什么事情 那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子呢 昨天台胜科 请你买66块 昨天在这里 今天在这里 对不对 我不可能保证我们买的每一档 每一天都涨停板 但是我会保证是什么 我会保证是 你所看到的 就是我每个用户的 我可以保证的是 你的手机 你跟我的手机一样 这叫他浴金光 对不对 很多人看到浴金光 三个月就是半康 你看到浴金光三个月字 等于放空了 因为它涨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看到 这个总股动人数在减少 特殊床码再增加 我们会请你买105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吗 12月23号买105 你知道今天浴金光是多少吗 我说不是一个用户买到 我说不是一组会买到 我说是每一个用户 在这一天都请你买进浴金光 除非你没有买我没有办法 对不对 105块 请问今天3406接多少 157 157 涨停 夭壮了 买100块 我怕150千 买105接157 那这会赚50块 我不是讲三年前的事情 我是讲12月23号 105买进 很多人跟你分析郁金光 但是我会肯定告诉你 没有人敢买郁金光 我跟你讲真的 你打开节目 每个人都跟你分析郁金光 但是我会肯定的告诉你 只有少数人敢买郁金光 因为它总股东是减少的 它总股东是减少的 所以你所看到的 很多事情都不是真实的 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只有你自己赚到那才是真实的 真的啊 很多人分析大同 可是问题 大同总股东人数是大减啊 真的啦 事实上的状况是我们赚一倍 总股东人数大减啊 很多人跟你讲存安 请问你 存安的总股东人数是不是大减 也是啊 那到底谁赚到 一定有人说谎啊 你今天打开电视 每个人都说要赚到大同 赚到什么 问题是总股东人数是减少的啊 那我们是买搭啊 那到底谁在说谎 那我跟大家讲 重点不在这个 重点在你要去想啊 时间快到了 时间快到了 剩下最后三个交易子 我们会帮你精选 第一档特殊筒码 大增的第一档黑马 就像六块钱当时的郁军光 就像三十三块钱当时的台胜科 就像 哦不是 六块钱的那个大同啊 三十三块钱的台胜科 然后一百块钱的郁军光 二十三块钱的存安 对不对 还有没有什么股票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 这最后三个交易日 我们会通知我们会员 通知我们的用户 那一档股票 它的故事跟题材它在低点 那我们先布局卡位 可以布局卡位 除此之外 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来 如果 今天假设你手中有郁军光 好来 得空单 假设你手中有郁军光的空单 因为郁军光走股多年数是减少 所以大部分的人 散户是没有郁军光的 这是真的哦 大部分的筹码是在特殊人的手上 那现在郁军光的空单 总共有一万张 那什么时 解离还需信任 如果你手中空单怎么办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该怎么处理 我们会精算筹码 在它变化的过程当中 就像为什么105块 113块钱 我们还可以通知用户买进郁军光 今天157哦 每个人都可以分析郁军光 没有人敢跟你讲价位跟时间点 对不对 你打开电视 每个人都可以讲郁军光 对不对 没有人敢跟你讲价位跟时间点 几分几秒 什么时候用户什么时候买进 每一个用户都买 对不对 好来 如果你手中有空单怎么办 来你今天手中有空单 你有多单的恭喜你啊 你有空单的 来我们今天我会告诉你 这空单怎么办哦 这很重要哦 这已经是无解的情况了 如果你手中有3406郁军光空单的 这已经已经是没解啊 已经是无解 但是对我们来讲这有解 有手中有空单怎么办 今天你务必来电 我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段再会儿了 地震了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互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人员投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人员投顾置股出现 02 23219933 23219933 人员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美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动机排斥策略宣布 人员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您将专线02 23219933 23219933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规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人员投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文员投顾置股出现 02 23219933 232199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祝福 有趣宝贝民窗 有趣宝贝民窗 与怎会 找高兴 我 找高兴 我可以回家 到什么地方 你要断重迷惊 最后剩下最后三个交易日要封关 那封关前的话个股增长会比较大 因为有些人就是过年前嘛 不管你做多做空都一样 我们就会把那个持股减少一点 等到过年之后再来做 那所以呢 所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每一年农历开红盘都会打涨 因为你都先把股票给卖掉 所以你卖掉 没事了我再买回来 每一年都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不要承受风险 我就未来买高一点也没差 这很正常 可是重点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报股过年 请问你现在过年的时候 你要买什么股票 只有重点啊 来这是我们昨天给我们每一个用户的 对不对 我不能够保证我们买的股票 每一档都能够像 未来都像这么说的标 这很难啊 有时候要有行情配合 对不对 我跟你讲坦白了 这昨天 我们给用户的口讯 大同育军工纯涵浮华 都创新高 对不对 七十块点二买的传级涨停板 那我昨天有叫你再追这些股票吗 没有吗 真的啦 重点你不是等到大涨之后你才去追 大涨之后才去追很简单嘛 你就差一层耶 现在涨停板是一层耶 你看到涨停了才去追 那就差一层 昨天有跟大家讲是这个 对不对 这我们给会员的嘛 二三七一再给自己 对不对 二三七一这些 对不对 好 那我昨天跟大家说 我们昨天除了这些已经大涨之外 我们昨天还请会员买这个嘛 你要买那个 就是最近筹码比较稳定的 像我们昨天买这个台胜科 如果买台胜科你一定不敢买 真的啦 叫你买台胜科你一定会疯掉 怎么可能 六十六块钱还请我买台胜科 为什么 这样子你买的你不敢啦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 你会不会敢买 人家赚一倍耶 人家是持股 数上万几万张的耶 持股几万张的来来来 总共77亿 总共77万张的股票 有超过九成 超过70万张在特定人士手上 他们只有70万张的台胜科 却不卖 已经赚一倍 为何还不卖 我请问你 难道你打电话给电视台 问说为什么台胜科 人家赚一倍还不卖吗 还是要打电话给大股东 你找不到原因 但是 当你看到这个 你看到理由了 为什么可以赚一倍 为什么33块买可以8到68块 为什么66块钱要继续再买 为什么又赚了 又赚了 今天台胜科创新高啊 价值就是别人赚不到 那才是重点啊 来我现在不追高 我要过年了 我不追高 要过年了 你就不追高 对不对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这个 跟大统一样 股价6块禁止12 特务筹码低档大增 对吧 股价6块钱禁止12块 去年前三季还赚钱 他不是赔钱哦 股价6块钱 禁止12块钱 就像什么 就像起涨钱的大统一样嘛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今天也是小涨5%啊 当然涨上来之后又压后也说 说法还赚在这里 可是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股价6块禁止12去年前三季做0.57 就像大统嘛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买6块钱的时候 他在这里耶 我不骗你啦 我们买大统的时候 我跟你说买大统 没有人听得下去啦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这里 直到这一段 好 这一段 可是呢 这一段的时候人家又跟我说涨太多 6块涨到8块赚很多没有错啊 6块涨到8块赚很多 但是并不代表涨太多 因为结实是啦 所以呢 所以你要怎么去赚到一整坡 你要怎么去赚到一整坡 很多人赔钱都赔一坡了 赔钱赔2成赔3成赔5成赔6成 直接一套牢就是一辈子 但是为什么你赚钱不能够 你赚钱不能够一整坡 为什么赚钱不能一整坡 因为你看不到这个嘛 你看不到这个啊 当你看到这个你就会赚一整坡啊 我跟他讲原因耶 没有人敢跟你讲原因耶 没有人讲得出原因耶 为什么可以赚足一倍 为什么外资还在买 因为这个是起涨点6块钱的大同 当时大同是这样 现在的大同是这样 为什么涨了这么多人家还不卖 你告诉我原因 你再来告诉我大同涨到哪里 如果你连6块钱的大同都买不到 7块钱的大同买不到 8块钱你不敢买 今天14块你要跟我说你很厉害吗 不会吧 那如果你大同没买到 一句话不敢买 除了他不敢买 那你认为你明年买到大标果 几乎会有多少 我讲真的啊 台胜科33块钱有多少人看得上眼 哪一个不是长上来之后跟你讲台胜科第二 问题是你连台胜科都没买到 你凭什么买台胜科第二 我告诉你一句话 6488 我买这里啦 我买719来 这140耶 环球金719块钱通知没可以用户买进耶 我说 我不然保证每一档股票买到这么多大档 你不知道什么股票 他过晚点会飘比较多 也许三整也许五成 给他上约时间也许一倍 融资买进刚好赚两倍 这样子的股票 我们最后这三个交易日 会在第一档通知里进场 前例是特出筹码大增的股票 特出筹码大增的股票 就像100块的郁金光 就像23块8的存安 就像6块钱的大桶 就像33块钱的台胜科 那除此之外 如果你手中有郁金光的空单 如果你今天手中有郁金光的空单 该怎么办 你有空单的 不要客气打电话来 我们会告诉你这个空单怎么处理 那你想买股票的 我们会告诉你什么股票是第一档黑马 祝你明天查出顺利 飞机之客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战网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人员投赌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人员投赌智库存线 02-2321-9933 2321-9933 人员投赌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每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人员带您引爆 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人员投赌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抽票 文言同步 智库存线 02-2321-9933 2321-9933 我是卫物部部长 林作炎医师 我是台南市长 赖清德医师 我是嘉义市市长 柯行哲医师 有感言重实 可能